好我們現在開始第一次的試狀生日試 我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好可怕喔 中了喔 一二三 手錶因為戴在手上 所以你常常會因為手的一些 不經意的動作去砸到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貼這個保護貼 並且再加上這個框的原因 那我們就實際來狀況去演一下 人家問你車停哪邊 他就停上面 有沒有 這樣就直接就敲了 如果是敲到像這種 出面的水泥槳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來測試一下 藍寶石保護貼的撞擊能力 好我們現在開始在第一次的 試狀生日試 看我沒有做過這種事情耶 好可怕喔 中了 一二三 欸好像 好像還蠻有安全感的耶 沒有力耶 欸有誇張喔 好猛喔 這個已經算是蠻大力的了 再次 有破一點點了 我們剛剛撞到這邊已經有點小裂了 那我現在不打算再繼續撞下去 是因為我不希望它碎裂的保護鏡 再往下戳到表的本身 所以我們現在做另外一個實驗就是 直接拿來磨啦 好不好 用磨的 我們現在看 你看這邊是 只有這個地方有傷痕 那我們現在用磨的 看看它的耐受度怎麼樣 欸有拋光的效果耶 竟然變成粉鑽的 上下喔 欸終於就變磨白了 上下喔 預備 這個藍寶石是可以的 戶外的測試啊 就到這裡 不要逼我非把它砸爛 如果這部影片可以有二十萬點擊的話 繼續把它砸 砸到手錶都爛了 二十萬點擊 我們現在回去看這一個痕跡 拔起來之後的保護貼下面 有沒有受死 走 撤撞回來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剛剛那一隻 我都還沒拔下來過 我們現在衛生紙先擦一下 經過一連串的折騰 這我們連續敲兩三下的時候 它就出現一個碎裂 我們現在直接把它拔開來看 看它裡面的情況怎麼樣 那剛好今天有客人在問說 這個框怎麼拔 這個框就是 把框拔下來 OK 再來把玻璃貼 完美 那將可以打開每次 你的痛就沒有 找到越來看 看到我們 有工人的 它們都沒有 我們現在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